以登記的候選人 直接進到中職會開會場邊 這是什麼情況啊 對 就開記者會 我想如果不是因為那個蔡總統 她有總統身份要圍安什麼 搞不好衝過來了 也衝過來了 雙方直接那邊就直接 那就更精采了 這個讓我們覺得說非常非常荒謬 所以民進黨整場的初選大戲 從過去到現在 這兩位都說 他們可以帶領台灣 可是在這個初選的過程裡面 我們到現在幾乎都沒有看到 他們兩個有什麼不一樣 在面對台灣未來這件事情上面 或帶領國家未來這件事情上面 甚至說公開承認過去這段時間 因為哪一些施政的錯誤 造成了社會的對立 造成對國家未來的耽誤 沒有任何一聲的檢討跟道歉 只想要爭未來那個位置 目前在開車 這個人開了亂七八糟了 另外這一個要來搶方向盤 然後沒有一個人能告訴我說 我來開車 我要開去哪裡 如果照這樣下去 這兩人搶下去 那台灣就是撞牆 不然就掉到懸來 所以這其實大家所擔心的 可是從這個初選的過程 你注意去看喔 如果以蔡總統擺拍照這種方式 這個在賴清澤的心裡面 就是說你在炸毒啊 這根本就是炸毒 擺拍照 所以你看他也越來越硬了 他一開始被人家批說是佛系打法 有沒有 有一陣子佛系打法 感覺說沒有關係啊 我們就初選啊 日期大家來談啊 要不要怎麼樣民調啊 大家來談啊 手機民調本來不可以 後來說可以來談啊 談到後來他發覺說不對啊 怎麼一直改一直變 就是拖 拖自覺這個字 後來他大概也理解 如果再拖下去的話 他也沒辦法 大概也不用選了嘛 所以他這時候慢慢慢慢 開始硬起來了